今天帶大家來看的 就是BMW的旗艦修律 The X7 對不對 我們說現在不能叫大漆 要加個The這個字 因為這是他們的主要一種改變 訴求 對不對 因為這部車推出的時候 其實BMW對豪華幾句重新定義 給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Luxury Class 我相信之前我們有介紹過7系列 7系列跟這部X7 都屬於Luxury Class 他特別強調這個Luxury 就在於說他整個在舒適性 還有豪華的配備上面的定位 又在往上提升一級了 我真的要講 看到實車會覺得 都比圖片上要好看 對不對 非常大氣 是的 因為你光是看他的尺碼 比如說我們站在旁邊 就覺得我們特別 對 你會覺得車很大對不對 你光看前面 大家就會講說他的這個大鼻孔 可是其實看起來是質感很好的 是的 因為他在設計上面 除了強調語言上面 就強調Luxury之外 他在設計上面特別去強調 他這個在視覺上面質感的呈現 譬如說像他的頭燈 這個頭燈通常我們出產於Angelo Eyes 天使眼的部分 他採用這個六角形的設計 所以他在識別上面 夜間的識別都特別高 一看 原理一看就是X7 另外他整個在車頭的部分 水箱罩剛剛提到 這是他一個非常大的焦點所在 老實說這個水箱罩非常大 但是配在這個插器上面 這個視覺的比例其實蠻剛好的 然後通常他這個水箱罩 這個是可以直接穿過去 達到散熱的效果 不過他因為真的很大 他其實散熱的效果 其實你如果真的都全部打開的話 其實他的散熱其實是會高過於 一般的正常工作溫度 所以他加入一個活動的大板 然後他可以調整 是的 比如說像冷車發動的時候 他其實關著的 然後等到他溫度 提升到一定的工作溫度的時候 他才會打開 需要作動再開 是的 這個是他主要的 在一些主動方面的一些設計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側面好了 整個車子的尺碼 我必要講 我覺得開這台車的車主 應該就覺得 我就是一種豪華 等級 對不對 因為以他的車廠來說的話 他其實正好介於 七系列短軸跟七系列長軸之間 你要知道 七系列 接近七系列長軸的尺碼 你就知道他有多大 全長大概接近5米2 他的車高加1米8 車寬是2米 老實說這樣的尺寸 真的是非常的大 可是相對的 你知道 越大的這種車子 出現在路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 越有一股霸氣 沒錯 就是那個霸氣 而且他為了整個的車身尺碼 擴大之後 光是他的輪圈好了 你可以看到輪圈是22吋的 標配22吋的輪圈 標配 是的 你看這整個霸氣十足之外 然後他的懸吊 這一次他採用氣壓制主動的懸吊 除了可以在高速行使的時候 降低車身的高度 提供穩定性 在越野的時候 拉高他的行程 提供這個吸震的舒適性之外 他的整個在這個設計的概念 他其實是跟勞斯萊斯 是用同樣的技術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設計好了 剛剛他在這個側邊 有加了一個鍍鉻的氣流砸 其實他整個車的線條 非常漂亮 讓拉整個腰身 看起來雖然很大 可是腰身看起來 還是很纖細的感覺 比較有那種流線的線條的設計 窗礦的部分 當然這個是B&W 從1970年代那時候 New Class一直到現在 所採用的一個傳統 經典的一個架構 這個都是在視覺上的一個特徵 另外 另外一個重點就在這裡了 提供尾門 這個B&W尾門 它是上下對開的 同樣的 它這個感應的部分 同樣也是上下對開之外 像它整個座倉是現做的設計 它現在的二 三排 我看到 它都可以個別做調整對不對 傾倒或恢復 可是最棒的是旁邊這一顆 這是一鍵傾倒嗎 是 它就是可以一個動作 就讓整個後面兩排座椅 就直接完全 所以你看 非常優雅的 傑辰哥一按下去之後 他自己就開始動了 他開始調整了 先從第三排開始作動 頭枕自己收 然後自己傾倒 緊接著第二排的部分 他也會自己做調整對不對 是的 等個幾秒鐘 你看 椅子還會後退 對 也許你可以趁這個時候 可能喝杯茶或抽根 或者你剛好在搬東西 對不對 就直接可以作動了 你搬到這裡的時候 他已經全部都傾倒了 是 比如說 那我們再玩玩一下好了 很省力 然後你現在又按了一次 讓他回覆嗎 是的 他就自己又回來了 你看你也不用到前面拉 是 因為你如果以這個級距 器械這個級距來說的話 可能就像Bob哥剛剛一直講的 你可能要多花個50萬 100萬 才能夠擁有相同的 而且這次只有差期才有 對 所以這是他空間機難上的表現 這個時候你一定很好奇了對不對 請問一下那第三排位置會好坐嗎 這也是他的一大賣點 我們繼續來感受一下 好 BMW的X7 到底三排座椅好不好坐 我們現在的設定是 駕駛180公分 第二排座椅的乘客180公分 第三排中椅 大家知道我身高大概170左右 你可以看到我坐在第三排 腿沒有碰到前面的椅頭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左右對不對 而且我現在要打開我的天窗 你看我還可以自己調整 有沒有很讚 對 這個X7 特別是第三排 它有獨立的天窗 獨立的空調 在獨立的空調 對 你看 界面都在這 有沒有 我伸手就可以掌握到 然後照明 然後獨立空調 你看還有自己的出風口 然後自己的飛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級的七人座 其實是正七人座 有考慮到這個第三排座位的 這個所謂的獨立性 跟這個所謂高級感 對 所以你看我坐在這裡 我也會覺得整個空間很不錯 不要說小朋友 小朋友一定很好坐 即使就是身形 跟中夷差不多升高的成年人 你會覺得很好坐對不對 坐在這裡完全沒有一種委屈的感覺 那你會想出入方便嗎 其實非常簡單 你看我這個椅子 我自己揮一隻手指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費力 調整一下 對 一個快警鍵 一個快警鍵 就會變成便於出入的 前座椅被傾倒的狀態 對 好 那Eddie哥他整個在駕駛介面上 是不是也非常科技先進 對 這個因為是頂級的高級感 所以在儀表台部分 他有用這個縫線皮革 搭上這個所謂木紋飾板 然後有一個傳統的高級感 但是他有現在所謂 比較先進 比較未來感的氣氛燈 這個氣氛燈在XC上 等於是幾乎是滿部了 所以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是高級感 跟這個傳統的奢華並進的一個狀態 再來就是中央的排檔頭 一圈的也是奢華碩士奇的水晶排檔頭 對 好漂亮 所以這也是質感的一個部分展現 再來就是整個儀表 它是兩個12.3吋組合 也滿符合現在的高級感使用 整體的駕駛座姿跟所謂的 開起來還是有濃濃的BMW風味 好 所以你看到這台X7 難怪爸爸哥說 一開始他就推估這台車會大賣 果然是這樣對不對 爸爸哥